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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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次紐約軍閥的故事大概就是講阿倫基立開發了一種新型化學武器 類似一個毒氣手榴彈 並且用這一樣武器去攻陷了我們原本有的行動基地 而且因為今次的攻擊死了不少特工 因此阿倫基立成功佔領了整個曼克頓的下城區 而在舊行動基地中剩餘的幸存者 就由原本負責營運科技支部的負責人保羅羅德斯 所帶領到一個新的地方 而且建立了一個新的行動基地 名為避風港Helton 並且成立一隊新的隊伍 維安人員Peacekeeper 去保護他人民的安全 但亦因為當時華盛頓的緊急狀況 所以部分特工需要撤退 亦因為這樣大部分的幸存者亦不再信任和不再需要國土戰鬥局特工 所以今次的expansion裡 玩家需要一方面追捕阿倫基立和他的叛變特工小隊 另一方面需要令人民重拾對國土戰鬥局的信心 正如我剛才所說 今次擴展內容的舞台就是曼哈頓的下城區 而且今次的地圖是完全依照現實世界的比例去製造 所以是1比1的 而這個下城區分為四個區域 每一個區域都是由一名叛變特工所負責 如果我們想殺到阿倫基立身邊 就必須殺死這四個叛變特工 以下我會為大家簡介一下這四個叛變特工 等等,這影片好像是我的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歸Division2的攻略 或者本身背景故事的話 可以來立華打機空間找我 我頻道專門做Division系列的影片 好了,是時候回到正題了 VG的觀眾大家好,我是Van仔 剛才聽完立華講全景風所以紐約軍閥的介紹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玩這個 可以追捕第一集兇手阿倫基立的資料片 這次我們這條影片的目的 就是為了吸引更多不同觀眾的前哨戰 而這個系列就會介紹不同的遊戲 一般情況就會有遊戲的試玩感想 如果遊戲是有PC版的話 就會講一下用什麼材料去砌機去玩這遊戲 所以都算是另類的開箱影片 因為這次的資料片和原版遊戲大同小異 最主要都是在系統上的修改 再加上我只玩了兩小時 所以就不多說直接進入硬件的環節了 回到官方的資料 其實遊戲和資料片需求的規格是一致的 當然在1080p有60fps 其實規格也不算太高 一張AMD RX404GB就足夠了 而整體硬件要求也不算高 所以如果大家要砌一台新機的話 就可以參考我們的這個list 由於我們會以較低的預算 而且基於不升級的情況下來砌這部機 所以硬件未必是最好最好 如果想好一點的話 是可以買料的時候再自己選擇 對於打機來說 較為重要都是電腦的大三元 CPU、GPU和RAM 根據官方的規格 CPU要4核8線以上 RAM要8GB 所以我就選了這家還有貨的AMD Ryzen R5 2600 一千不用真是沒問為何不買Intel 另外RAM方面會升級到16GB的3000MHz 都是那句啦 無法配合RAM或者要降頻的話 這些我是不會負責的 顯示卡的部分 雖然The Division 2就是AMD優化遊戲 但效能來說都是用NVIDIA的GTX1660 Super 當然如果大家是貪AMD有遊戲送的話 其實可以選擇低一級的AMD RX550XT 或者跟1660 Super差不多價錢的RX5600XT 最後SSD方面 由於近期SSD加價 480GB左右的容量已經升到400宗 所以買2.5吋或NVMe的成本已經拉得很近了 所以如果大家預算少 你可以換一隻SATA3的SSD 不過那裡只是說$350 以上就是今次針對全景封鎖2的硬件規格 對於兩件主要食電的硬件 都只是300W左右 我相信整體的配置應該是足夠用的 接下來我們會繼續嘗試以這樣的方式去介紹遊戲和硬件 如果你有什麼意見就在下面留言 當然記得Like、Share和訂閱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